抗命拒任命 抗命拒任命 台湾撑香港 台湾撑香港 上个礼拜 星期天的游行 其实给我们香港人很大的鼓励 因为这个游行是雨山运动之后 最大规模的游行 香港政府跟北京政府 用法律 去把香港人 控制的这个阴谋 其实香港人已经提供了 一个很好的答案 这是我们不怕 法律不可以把我们 正正的排除在民主运动之外 香港人是愿意重新站出来 支持政治化 还有就是未来的民主运动 我前面服刑的这些朋友 让他们知道说 在台湾还有这么多的朋友 甚至在不同世界各个地方 的许多朋友都在支持他们 国际社会的公民社会的支持 也同时希望得到 各个不同的政府 在民主价值上面的支持跟声援 甚至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我们政府某种程度上 也应该要积极的 对民主价值 在香港受到严峻的打压 做出积极的捍卫跟表示 我们看到现在香港的状况 其实比台湾想象的更加严峻很多 那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必须要 持续关注香港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同时包括他们在狱中的人权处境 包括我们前面几位 雨潭人包括台权会的朋友都谈过 所以他们在狱中的处境 也是持续需要被关注 那我相信越多的国际社会的声援 对他们在狱中的处境 可能会是越有帮助 谢谢大家